北京时间7月31日,已经加入忽联的勒布朗·詹姆斯终于公开现身,他出现在了学校揭幕仪式的现场,并且接受了美联社的专访。 在和美联社铭记Tom Weathers的对话中,詹黄首次透露了一个细节,他不排除自己再次回归骑士的可能性,詹黄承认,我不知道骑士是否会退役我的球衣,但我从没有排除,再一次为骑士效力的可能性。 这还是詹姆斯首次在公众面前承认,自己或许会重新回到骑士,看来他仍然能抱有一个想法,那就是在生涯最后的时光里,被家乡球队打球,这也是他对家乡深切的思念与热爱。 詹黄首次表明态度,不排除重回骑士,最早36岁他就能离开洛杉矶,如果他真想回骑士,那么这件事最早可以在2021年完成,到时候詹姆斯36岁,他可以布执行自己最后一年的合同选项,转头回到克里夫兰,甚至和儿子布朗尼并肩作战,NOXV。